HELLO,我是Edwin,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八個這部電影值得看的原因 第一件事就要說到他們怎樣創造這個原人的世界 今次的電腦特效是由WETTER FX這間公司負責 這間公司基本上是荷里活最頂尖的電腦特效公司 之前兩集的阿凡達都是他們負責的,之後的阿凡達都是他們負責的 另外還有ALITA,Battle Angel,又或者是Deadpool,或者是Alien 都是這間WETTER FX有份負責電腦特效 為什麼要說這麼多關於這間公司的資料給你聽 因為這套原人爭霸戰星空帝國的電腦特效是扔了很大量的預算 在阿凡達或者ALITA用的Motion Capture那些技術全部都會用在這套電影裡面 而且因為他們已經很純熟Motion Capture這件技術 在這套電影的Motion Capture可能還做得好過阿凡達 所以入場的時候大家可以留意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他們的表情 他們會運用很多相機,無論在面前面和軟方都會Capture 面上的所有Marker 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捕捉到演員所有的眼藝 所有的面部演出都可以捕捉到 然後就會直接投射在這個角色上面 所以就算看著猴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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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 然後你會有實際拍攝的內容 然後還有電腦製造的CG特效 那你要怎樣把這兩樣東西完美的融合呢 就是要靠一家很有經驗的公司就是這家WETA FX 所以除了Motion Capture之外還有很多元素要放進去 包括Modeling、Texture和Simulation 在Modeling方面就已經放了很多心機 包括骨骼、肌肉 然後再外面有皮膚 然後再外面有毛髮 這裡只說CG動物和角色 然後還要配合環境的元素 包括火焰、爆炸、水、角色和環境的互動 這些電腦特效的技術都非常值得入場看這部電影 今次的視覺特效總監叫Eric Eric還說到有一幕就是星星圓人要過河 因為我們浸了水後行路甚至毛髮、皮膚 都會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入場看的時候 圓人和水的互動大家一定要留意 你聽我這樣說 你入場看才是直回票價 還有一件事可以給大家直回票價 就是近年很流行的一件技術叫Subsurface Scattering 說的是燈光照射入我們皮膚的時候 就會由皮下組織令燈光散射 我這裡有一個電筒 我放一隻手指上去 你看到手指好像螢光棒一樣嗎? 燈光就由皮膚裏面的組織散射 同樣在耳朵部分 在毛髮上 你都會看到Subsurface Scattering的效果 現代的電腦特效一定要有這個效果 那些角色才會有血有肉 即是你會看到裡面是由血和肉組成的 大家入場看的時候可以留意一下 第三樣值得提的就是 今次的導演叫做West Ball 他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導演 40多歲 他之前有拍過《移動迷宮》三部曲 我自己就沒有看 但是這個導演的背景 就令我了解到這部電影 為什麼這麼值得提 因為這個導演 他之前是做過影像設計和電腦特效的工作 即是說他很理解在拍攝的時候 怎樣可以令到人很相信這個世界是真的 然後他也比剛才說的Eric 稱讚他很有想像力 很懂得把視覺特效和真實拍攝融合 由他帶領視覺特效工作室 Water FX 演員和拍攝團隊 就會令到猿人爭霸戰這個世界很有說服力 值得看直回票價的地方 就是當猿人和人類去互動的時候 或者是與環境互動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最值回票價的地方 接著會講到故事和劇本 為什麼這次特別值得看呢? 因為這個故事是在上次 Cesar三部曲300年之後發生的 你會看到猿人是怎樣跟人類的角色 反過來 猿人就是去支配人類 另外還會有身為兩個種族本身的道德掙扎 即是我幫對方的種族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又或者我作為一個人類 去接受猿人幫助 那是不是一個好事呢? 你就會看到身處在地球的兩個種族 這件事就令到我很期待這部戲的故事 這就是人類的地方 這不是你的 這就是我們 這不是我們嗎? 那第五件事就會看到角色 就看到Poster上面三個最重要的角色 在這個世界中 人類已經倒退了 去到一個原始的狀態 沒有文化、沒有文明 連語言的能力都失去了 而這個人類女性的角色就是May 就是人類翻身的希望 I have a name May 你會覺得那個演員好像很熟口面 她是Freya Allen 也就是The Witcher裡面的Siri 然後又到最值回票價的地方 就是你會看到這個女演員 她很敏捷的身手 而且因為人類和猿人要相處 然後又有矛盾 你就會看到這個女演員的精彩演出 這個女生在機緣巧合之後 就遇到猿人Noah 年輕的Noah就很善良 就接受了這個女生 但是猿人的領袖就很不喜歡人類 要搜捕人類 以及要征服其他猿人的部落 在這個故事中 就可以看到這三個角色發生什麼化學作用 我想這三個角色很值得留意的就是 女生和Noah的互動 和暴君的互動的分別 你就會看到他們的性格是怎樣 那個角色的成長 然後這個值得入場看的就是我自己自肥的 就是John Pesano 這個是一位作曲家為這部電影配樂 我為什麼那麼喜歡他呢 因為他之前幫Spiderman的遊戲第一集和第二集配樂 我很喜歡遊戲中的配樂 我相信如果有好的故事 震撼的畫面 再加上他的配樂的話 就會令到這部電影每一幕都很黑骨銘心 第七件事就會說到猿人爭霸戰這個系列 其實是改編至1963年的一本法國小說 然後1968年就已經拍過了電影 還很受歡迎 那時候沒有什麼電腦特效 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拍到五集 也就是說猿人爭霸戰這個系列是一個很成熟的系列 在故事劇情和角色發展方面 他都可以參考過去的作品 還有之前還有Cesar三部曲 這一集就是一集 因為前面Cesar的故事那三集 就建立了一個很棒的世界觀 就會令到今集新的篇章非常值得看 如果有看之前Cesar三部曲的話 這次是一定要入場看的 沒有其他原因不入場看的 雖然是這樣跟舊觀眾說 但是跟新的觀眾說 這一個都真的是一個新的篇章 也就是說它是新的情節 新的故事 你就不用一定要看之前的三集才知道發生什麼事 也就是說這次電影 就會帶大家在一個不同的角度 去看這個世界 去看我們這個地球 看阿凡達看外星人就看得多了 看地球就會更加有代入感 最後建議大家如果入場看這部電影 不妨看IMAX 因為IMAX的解像度高很多 你才不會錯過這個世界的任何一個細節 那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如果想看更多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這條影片是由客戶贊助的 其實我想做這類型的影片都很久了 我想告訴大家 你入場看的時候 有什麼亮點是會留意的 你不想入場看出來 好像不覺得有值回票價的感覺 我多說一些亮點給你看 你才會留意到 然後更加懂得欣賞這部電影 我之前也有拍過 Edwin看什麼系列 其實很多觀眾都很喜歡看 我對這些視覺的享受 和有趣的故事很感興趣 所以才拍這條影片 多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記得入場支持 我是Edwin 我們下次再見 Together Strong